刚刚划过一道闪电 大家有看到什么吗 那是球哥闪亮登场了 大家好 这里是爱好数据分析又独奶的球哥 喜欢球哥的记得点点订阅哦 12月29日 这一天的NBA一共无场比赛 而且不乏一些让人期待的球队 其中就包括上一场爆冷输给黄蜂的篮网 以及至今都难求一胜的活摘 可当球哥看到球队的出场名单时 不禁感觉头晕目眩 杜兰特欧文轮休 格里芬罗斯也不打 这才开赛的第二周啊 这种渐渐在NBA普遍流传的轮休行为 真的是一个职业球员应有的素养吗 NBA的20-21赛季显得有些特殊 为了在现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下 保证比赛的顺利和球员的健康 不得不尽可能地减少NBA球队接触到的流动人员 于是在本赛季有了更密集的背靠背比赛 对于许多球员来说 无疑是增加了身体的负担 因为上一场 丁维迪的受伤给篮网敲响了警钟 主教练纳什决定安排两位有过严重伤病史的当家球星进行冷修 而另一边 活赛的主力球星戈里芬和罗斯也高挂免战牌 让这一天的很多比赛索然无味 另一边 詹姆斯作为老牌球星最后的代表 即使在赛季出阶多次扭上脚踝 但是在保证一定上场时间的情况下 依然轻伤不下火线 和刚休息一场的戴维斯 联手出战这一天的主战 在此前的18-19赛季 出场时间超过3000分钟的只有铁人皮尔一人 而在乔丹退役的1998年 加上36的乔丹自己 一共有18人以高负荷结束了这个赛季 轮休问题好像逐渐成为了新老球员职业作风的分界线 其实对于许多看NBA比较久的球迷来说 轮休可能是近几年才慢慢流行起来的词汇 但是实际上 对于大部分NBA球迅来说 他们拥有更多的上涨时间 遭到更凶狠的防守 以及更多的出手机会 这样长时间高强度的身体对抗 加上密集的赛程 也常常会高挂免战牌 名帅波波维奇就是轮休界的祖师爷 为了保护年龄建长的邓肯 他曾经以老为理由 正大光明地轮休了邓肯一场比赛 而2012年11月29日 在马次GDP大战热火三巨头的全美式播种 波波维奇将邓肯 帕克 吉诺比利 再加上丹尼格林 全部轮休 恰逢伦纳德 殷商休战 一口气轮休 五名主力 堪称时间管理大师 马次在这场焦点战役中 一群替补一战 让许多球迷大师所望 这场全美直播的收视率 也大幅度降低 这让斯特恩大为火光 他在声明中表示 马次已经违反了联盟政策 轮休球员的方式 已经不符合NBA的最大利益 并且随后给马次 开出了25万美元的法单 可是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此时还稚嫩的伦纳德 听到轮休这个字眼的时候 眼睛里闪过了诡异的光芒 他将成为引领 NBA轮休新时代的革命人 早在他留在马次的最后一年 就一直处在伤退阶段 他对轮休的要求 甚至超过了波波维奇的忍耐程度 所以在加盟猛龙之初 伦纳德为了保证自己的健康 又要求拥有在常规赛的 背靠背比赛中 轮休的权力 这也成为了后来选择 球队的必要条件 在猛龙的一个赛季 伦纳德在常规赛只出战60场比赛 而在快船的第一年 他在缩水赛季出战了51场比赛 19-20赛季刚刚开始半个月 伦纳德就在八场比赛里 修起了两场全美直播的重要比赛 虽然快船上报给NBA官方时 谎称对一认定伦纳德 有左膝伤病无法出战 但是赛后 教练李福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却表示他很好 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因为忘记统一口径 逼得NBA开始调查 最后给予了快船5万美元的罚单 虽然5万美元对一支NBA球队来说 并不算是一个太大的数据 但是NBA球星不愿意上场打比赛的消息 却引起了一众老牌球星的热议 首先 麦迪率先开火 他不理解 为什么一个当打之年的年轻人 竟然选择不打背包背 如果真的这么爱惜自己的身体 那么不如早点回忆回家算了 在他看来 轮休是一种懒惰的行为 是对球队 球迷 合同的不复合认 显然 伦纳德的轮休行为 颠覆了许多人对职业球员的理解 如果说以前的轮休是为了保护老龄球员 或者在赛季末端被击破在恢复体力 那么还有停轨员 那么一个28岁上下的巅峰球星 选择在赛季初段就开始休息 明显有些不合常理 伦纳德为什么会对轮休情有独钟呢 他在猛龙的赛季 常规在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然后在季后赛玩命榨干 最终帮助多伦多拿到了球队历史上的首个总冠军 也为自己赢得FMVP的至高荣誉 这样在常规赛保持低受伤风险 然后在季后赛得到高回报的模式 显然得到了伦纳德的认可 所以沿用到快转这场 但是快转和猛龙是两支完全不同的球队 猛龙在没有伦纳德的时候 就已经有一套成熟的阵容和战术底细 在伦纳德离开后 依旧杀到了东部第二 伦纳德对于他们而言 本身就是一个极插极用的佣兵 在季后赛 面对具有针对性的防球中 用个人能力强行完成进攻任务 伦纳德是那一年猛龙最强的球员 但是他并不是核心 他提高的是猛龙的上限 虽然快转也曾拥有 哈雷尔和卢伟的组合 但是显然无法再豪强林立的西部立足 最终还是以乔治和伦纳德为核心的球队 保罗乔治的法规 见仁见智 说到底 伦纳德才是决定着快转的下限 新赛季又迎来新队友 伦纳德的领导能力决定着快转的薄荷肚肚肚 只是吃了好队友一巴卡的一记铁肘 只能背负伦修 看来他也慢慢意识到 盲目的伦修保护自己 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但是他开创的伦修先河 迎合了绝大部分球队和球员的利益 为了成绩和健康 越来越多的年轻球星开始一切养生 但是都没有像伦纳德一样 极端的选择球战 大家只有尽可能的控制上场时间 比如字母哥 在他刚开始当选全明星的几个赛季 上场时间高达35到36分钟 而在他蝉联MVP的两个赛季里 他的上场时间降到了32.8和30.4分钟 年纪稍大的詹姆斯也同样表示 为了保持长久的竞技状态 会控制自己的上场时间 这样合理而又充分的休息 带给球星的收益也是巨大的 字母哥在有限的上场时间内 连续两年打出了MVP的数据 带领熊鹿成为联盟第一 而詹姆斯在上赛季的停赛修养中 让他在季后赛保证了强大的统治力 而34岁的科比 显然在这方面是一个反面的例子 在最后的七场比赛里 上场时间高达45.5分钟 身体的疲劳直接导致了跟腱的断裂 如果能多休息一点 也许科比未来的一切都将会改变 只是科比绝对不会愿意这么做就对了 过于自由的轮休 虽然充分满足了球队和球员的需求 但是却大大影响了联盟和球迷的利益 NBA官方为了针对这样的特权行为 出台了伦纳德条约 即不允许球员在全美直播中轮休 否则将面临最高10万美元的罚款 虽然惩罚措施看上去相当严厉 但是在球阁看来 更像是双方互相退让达成的共识 联盟告诫球员休息可以 但是别太过分 这种大家一起赚钱的比赛 就别给我轰了不去 自从肖华在接班斯特恩之后 NBA联盟中劳资双方的关系就开始转变 现在的NBA联盟更加注重球员自身的利益 包括薪资 权力以及健康 肖华曾经不止一次地表示 如果科学证明一个赛季82场比赛 对于球员来说负荷太大 他会考虑更改赛制 球哥当然希望所有球员都能够保持健康 但是也矛盾的希望 每一场比赛都能够精彩有趣 眼下的特殊情况无法改变 只能希望球队球员和联盟 能在未来的赛季里达成共识 在保证联盟利益 球员健康以及球迷观感的情况下 对轮休问题有一个真正的答案 千万不能让极端轮休的情况 在联盟里再次出现 随着NBA正式宣布回归 不在方案尘埃落地时 按耐许久的名记们又开始现身 造势自己的信息源 而这其中最活的便是 Bradley Bill去哪儿 5月22日 纽约每日新闻透露 蓝王展开了内部讨论 希望能够得到Bill 此时大多数球迷都被复赛计划 吸引着注意力 很少有人关注 直到复赛计划确定后的付球 6月8日 明记Sams在做客一档播客节目时透露 Bill未必会选择许约奇才 一旦这种情况发生 胡人等球队会蜂拥而至 其中胡人更是对Bill展现的兴趣 非同一般 而这也是一下击齐千层了 毕竟对于胡人球迷而言 都很清楚 现在胡人所欠缺的 就是像Bill这样 能打无球 还有进攻能力的后卫 那么胡人能得到Bradley Bill吗 答案当然是不可能 原因相信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但球哥我在这里 还是要再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首先看薪资空间 胡人这个赛季所有球员的薪资 加起来为1.227亿美元 还在联盟第18位 而本赛季NBA的奢侈税限为1.326亿美元 也就是说胡人还有1358万美元的定资空间 而1358万美元想签下Bill 压根儿不可能 因为在未来的几年里 Bill的年薪分别为2875万美元 3450万美元 3726万美元 这也就说明 如果胡人休赛期 想通过交易得到Bill 至少要清理出2900万美元左右的定资空间 毕竟在休赛期 胡人必定会与Antoni Davis 签下一份超级定心 但如果真要交易得到Bill的话 胡人却不用清理出2900万美元左右的薪资空间 因为按照NBA最新劳资协议规则 两队在进行球员交易时 一方球员的工资不得高于另外一方球员工资的125%加10万美元 简单的说吧 胡人需要付出 Bill下赛季合同数额的70%加10万美元 才能够完成交易匹配 简单的算下 就是2012.5万美元 所以在薪资空间上 胡人只需完成这2012.5万美元的交易匹配变合 那么本着不让他人吃亏的本分下来选人 胡人只需付出 Kyle Kuzab Caruso Banny Green 就能足以完成Bio的交易匹配 所以单纯看薪资空间的话 胡人还是没有问题的 但这并不是必要条件 毕竟Bio还不是合同到期给钱就能来的球员 所以我们还要去看胡人有什么筹码 相信也不用球哥说了 Kyle Kuzab肯定是胡人最最重要的筹码 毕竟任何一个交易他都是第一个被提到的 而后还有着交易价的便是Danny Green和 Pope 但说实话 这三人一点吸引力都没有 可能有人会想选秀权 但胡人现在真是穷光断 要知道19年为了得到Anthony Davis 胡人就已经交易走了三个首轮选秀权 现在留下的选秀权 人家根本看不上 而且由于胡人最近几年的战绩不会太差 更是让这选秀权的价值大大降低 所以胡人是真没牌去得到Bio 而对于胡人如何交易得到Bio 妹妹也是常开了思路 模拟了几套方案 合理性如何我就不讨论了 给大家观赏观赏 毕竟本赛季胡人表现如此良好的情况下 在临近复赛时又搞出跟上赛季类似的事情 只能说如果胡人管理层不嫌这没事下场掺和 那么我相信胡人本赛季保持状态 还是能冲击总冠军的 那么如果胡人真的交易到了Bradley Bill 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首先求个来讲一下Bio这个球员 在初到初期Bio拿的是射手剧本 偏向无球接应投篮 服依转换和无球掩护之后的终结进攻 需求挡拆加单打的比重只占了22.2% 但现在的Bio由于队友经常性的伤病 让他抓住机会成长起来 除了射手本色 进攻端逐渐全面开发 能投篮能传球也能突破 已经成长成了这个联盟里最顶尖的 持球攻击双能位 场军挡拆加单打的回合数高达12.2% 占了总回合数的41.4% 效率极为可观 而且他不仅可以自己进攻 也在学着如何利用自身的进攻牵制力 去为身边的队友创造更好的进攻机会 本赛季28.5%的助攻率也是刷新了他的生涯新高 同时在结合他的受助攻隔分战比 依旧是高达45% 所以可以说Bio的无求能力是属于联盟顶级 而且虽然本赛季奇才战绩十分不佳 只取得了24胜40负的战绩 但Bio个人的表现却是现象级的 在停赛前Bio长军出战36分钟 场军能贡献30.6分4.2篮板6.1助攻 而且现在的Bio在经历过地域难度的催谈后 已经变成了一位产出效率非常稳定可观的球员 本赛季的回合占有率达到了33.8% 在比上赛季高6.1%的情况下 57.9%的真实命中率 却与上赛季几乎无差 但从个人的表现来看 Bio已经是巨星级别的球星了 而这样能够打无球 具有不足持球进攻能力 并且其三分球还很不错的Bio 对于胡仁来说 真是上上之旋 毕竟球迷都知道 胡仁一直希望能签约一位 拥有自主得分能力 还有一手三分球能力的后卫 因为胡仁是一支转换进攻的球队 阵中除了LeBron Anthony Davis之外 很缺乏稳定的第三个得分点 虽然胡仁囤积了一堆后卫 但没有一个人能达到胡仁的要求 Rondo是一名出色的控球手 但他缺乏自主进攻能力 Carruso防守很强 但得分能力也很一般 Danny Gray定点三分很准 但没有自主滑动进攻的能力 而Pop等人各方面都不错 但各方面又都差一些 这也使得LeBron又当爹又当妈 先任起了胡仁首发后卫的重任 极大的消耗了LeBron的精力 所以如果胡仁能签下帝友 那么将解放LeBron 让他可以投入更多的精力在得分方面 而且大心脏的帝友还能打关键球 这对胡仁可不是质变这么简单 由于胡仁每到关键时刻 基本方案就是给LeBron拉开空间 所以帝友来到胡仁 球队关键球的选择变多 对对手的威胁也就放大了很多倍 而最重要的一点如果能得到帝友 胡仁在LeBron退役之后 还能保持帝友加Antoni Davis的内外线组合 这样一来胡仁起码还能保持住冲冠基本盘 然后再继续引进一名风味摇摆人强员 就能持续发起对总冠军最猛烈的攻势 所以如果胡仁可以达成这笔交易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胡仁都将是总冠军的有力竞争者 但这也只是空想 那么如果胡仁得不到Bradley Bill 最有希望得到谁来补偿阵容呢 球哥相信球迷们还是希望胡仁能够追求三巨头 但从上面也能看出 胡仁是真的韬光家底没东西了 所以球哥觉得胡仁最好还是保持阵容 多填补填补阵容深度 退而求其次追求一下Goran Dragic 相信大家会说还有更好的选择 但那也要交易得到呀 就像此前吵得沸沸扬扬的Labine 球哥觉得可能性也是不高 公有管理层只要不傻 肯定不会轻易放人 放人肯定也要咬你一口 所以还是切合实际吧 那球哥为什么会提名Goran Dragic呢 2015年的夏天 热火五年九千万美元签下Goran Dragic 年均薪高达一千八百万美元 前三年 Dragic的合同可谓物有所值 但上赛季 Dragic遭遇了严重的伤病 整个赛季只代表热火出场了36场比赛 加上Kendrick Nunn的年轻球员的绝起 也导致本赛季怕在热火不被重用 被贬为替补 而且本赛季结束后 Dragic的合同就到期了 将成为完全的自由球员 作为一名34岁的老将 热火会愿意给已经被降到替补位置的Dragic 一份多大的合同都将成为疑问 尤其是在 队中已经有Kendrick Nunn等优秀年轻球员的情况下 虽然在本赛季的54场比赛里 他场均还能够拿到16.1分 3.1篮板 5.1助攻 以这样的表现 还是值得一份1500万美元左右年薪的合同 但今年夏天 估计也只能拿一份中产了 而忽然是有充分能力以中产拿下的 当然说了这么多 主要还是因为 作为一名征战了联盟12年的老将 国人Dragic经验丰富 碰头 投篮 组织和持球进攻 样样精通 本赛季 他有15%的进攻 来自定点跳投 而在这些情况下 他的效率则超过了70%的球员 此外 他的持球进攻也很高效 五英尺内进攻比例 占总出手数的24.6% 命中率高达60.7% 所以 如果可以签到 国人Dragic的话 那肯定也是值得的 当然 具体呼人会在修赛期如何操作 都还不能确定 日进本赛季 如果呼人能够打破层层阻碍夺冠的话 那这一切都可能变得不一样